2月20日 歌手郭富城一连喜庆 首碗东西两个财神 现身尖沙嘴 海运大厦露天广场出席 海港城举办的开年活动 作为今年开年活动的特邀嘉宾 郭富城笑纳主办方 特意为其准备的各种礼物 只见收获颇丰的澄澄 难掩笑珠颜开 幸福满满的兴奋之情 而在这个洋溢热闹欢庆的日子里 他当然也不会忘记给大家 送上真诚的新年祝福 事业顺利 结婚育女 何家团聚何尝不是人生之快事呢 所以今年的春节对郭富城来说 是有特殊意义的 提起新年一家人吃团圆饭 其乐融融的情景 晨晨自报 最开心的当属是妈妈了 晨晨意犹未尽说完家里欢快的事情后 接着也谈到了今年的工作大计 今年我准备要希望能够拍三部的电影 因为接下来的工作 只要做世界寻美的演唱会 然后现在站定是50场 对可能 第一个出发的地方应该在国内 然后继续就会去 比如说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英国 美国等等的地方 然后最后就回到香港 你知道人公里有那时候 你真东省 ichi wake ça 也要招地 只能心地 就是 像这边 Job 印计 有效 煜 对 oda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